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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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说这个言字 这个言字有四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过多 过甚的意思 比如说 淫威 淫语 第二层意思是指 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淫乱 淫道 邪淫 第三层意思是放纵的意思 如 交涉淫逸 第四层意思 迷惑的意思 如 富贵不能淫 我们看下面一段经文 世间人民 相因即生 寿命几何 不良之人 身心不正 常怀邪恶 常念淫义 反满胸中 邪态外溢 费损家财 视为非法 所当求者 而不肯为 我们重点说说前面两句 世间人民 相因即生 这是说什么意思呢 是说世间的人民 这里是专指六道里的人道 佛在人间 讲经说法 对象就是度人 而不是度其他众生 相因即生 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说 人不能离开社会 单独生存 不能离开人群 独立生活 相因 就是彼此互相依赖 所以 这个社会 有各行各业 少哪一个行业都不行 少一个行业 我们的生活 就不方便 就有困难 举一个例子说 比如说 没有环卫工人 我们的城市 就是一座垃圾城 几年前 某国一个大城市里的环卫工人 没有几天 没有几天 整座城市 就成了垃圾城 回向记里的 上报四重恩 第四恩 就是众生恩 就是众生恩 一切众生 与我 都有恩 无论他是学什么的 无论他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我们都要依赖他们 谁都不能缺少 四重恩的第一恩 是父母恩 父母是给我们生命的人 对于我们有养育之恩 我们要报父母之恩 怎么报 简单地说 让老人顺心 安心 舒心 不操心 现在有两个词 我一听 心里就难过 一个词是 空讨老人 一个词是 留守儿童 人老了 儿女不在身边 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尤其是身体有病 无人照顾 真是痛苦万分 年幼的孩子 父母出去打工 有的几年 见不到一面 前一段时间 看了一档电视节目 说的是留守儿童的事情 有个男孩子 已经五年 没见父母的面 他的童年 有几个五年 他的童年 没有父爱 没有母爱 对于孩子来说 他们的童年 是孤独的 是灰暗的 很多父母 很多父母这样说 我们之所以出去打工 是为了挣钱 挣更多的钱 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 孩子是需要陪伴的 他们不知道这种陪伴的重要性 有一位母亲 孩子八个月的时候 他就出去打工了 应该说很辛苦 他这个打工 一打就是二十几年 每年回家只有那么一两次 而且是来去匆匆 孩子不认识母亲 不肯管他叫妈妈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不是人家悲剧 我在这里 郑重呼吁 出去打工的儿女们 你们要常回家 看看年迈的父母 父母年龄大了 看一回就少一回了 出去打工的父母们 你们也要常回家 看看年幼的儿女们 不要让他们从小 就失去了母爱 失去了父爱 失去了他们本该拥有的快乐童年 要给他们一点多的陪伴 这是第一恩 父母恩 第二恩是佛恩 即老师之恩 我们的法身慧命 我们的智慧 使我们能够明达 宇宙人生的真相 这是老师教导我们的 没有老师的教导 我们怎么能够明了 所以 失恩难报 尊师重道 是我们每个学佛人的本分 你守好这个本分了吗 第三恩 是国家恩 没有国家 这个大家 哪有我们美满幸福的小家 是国家强盛 稳定 繁荣 保护人民 安居乐业 我们生在中国 是幸福的 是幸运的 没有祖国的强大 繁荣和稳定 哪有我们的今天 不要忘记历史 我们曾经被人冠以 东亚病夫之名 那是我们耻辱的过去 现在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我们是东方的巨人 现在 有很多家长 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 这不是什么坏事 无可厚非 重要的是 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对待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出国留学 大家想想 如果他的心态是 出去见见世面 开开眼界 增长见识 这真的是无可厚非 如果是怀着这样的心态 觉得外国什么都好 中国什么都比不上外国 抱着这样的心态 出国去留学 就不可取了 不要忘了 你是黄皮肤 你是黑眼镜 黑头发 你的根 在中国 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再过几年 或者是若干年 可能形势会大有变化 那时候 不是我们 到外国去留学了 而是外国的青年们 到我们中国来留学 到那个时候 哪一种语言 主导世界 引领世界 不是英语 是汉语 到那个时候 你还不爱自己的祖国吗 第四文 是众生们 现在很多人 会念回向记 可是不少人 是有口无心的念 这样念 一点没有意义 比如说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记三突苦 我们就先看这四句 我们想一想 佛净土 靠什么去庄严 靠功德 四重恩 用什么来报 用功德 三突苦 用什么来记 用功德 那我要问问 你的功德是什么 你的功德在哪里 如果你没有功德 你拿什么庄严佛净土 你拿什么报四重恩 你拿什么记三突苦 拿嘴皮子 报众生恩吗 那是没用的 拿什么报恩 以修行的功德 来报恩 真正有功夫 真正有德学 德 是清静心 是断烦恼 是开智慧 以戒定慧 三学来讲 功德 二字的意义 就非常明显 持戒 是功 禅定 是德 因戒 胜定 修定 是功 开智慧 是德 开智慧 是功 生活圆满 是德 不开智慧 生活无法圆满 日子会过得很苦恼 智慧开了 生活就快乐 所以 修功以后 就有德 以此功德 回向报恩 不修功 没有德 何谈报恩 人 生活在社会上 彼此互相依靠 当 时时 存有感恩之心 这是 真心流露 寿命几何 有谁能知道自己的寿命 年岁大的 风诸残年 年轻的 也不能保证 尝命 近几年 英年早逝 少年耳王的事情 时有耳闻 这要引起我们足够的警觉 看到别人 就要想到自己 到医院里 去看看那些重病卧床 痛苦不堪 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人 到编译馆里 去看看那些躺在棺材里 一言不发的人 他们可能有的人 他们可能有的人 昔日曾经飞黄腾达过 光鲜亮丽过 名利双收过 最后 从火化炉出来的 都是一堆白骨 这叫什么 这叫平等 仔细想一想 什么是你的 你又能带走什么 无论你曾经 怎样辉煌过 随着你寿命的完结 一切都不复存在 可是我们世人 不明真理 不明事实真相 不明因果 胡思万想 你争我斗 争名夺利 真的好可怜 若一切事理因果 都彻底明了了 你叫他想 他也不想了 你叫他争 他也不争了 你叫他斗 他也不斗了 因此 我们学佛 就是要把事实真相 搞清楚 搞清楚真相 就是看破 看破之后 自然就会放下 放下什么呢 放下恶念 放下恶行 不再造恶 如果看破 如果看不破 自然你就放下 还要继续造恶 哪里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必定成为不良之人 不良之人 一定是身心不正 比如说 这个身心不正 含义非常深广 不能一一述说 仅举几例 加以说明 比如 经中所说 常怀疑 常怀邪恶 常念淫义 反满胸中 邪态外溢 费损家财等 都属于身心不正 下面我想重点 说说邪淫 现在可不可以这样说 社会动乱不稳定 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是家庭不稳定 家庭不稳定的根源 是夫妻不稳定 夫妻不稳定 主要表现在 婚姻不稳定 离婚率高 而且是一年比一年高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这些年 离婚率飙高的原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邪淫 换句话说 就是婚外情 五六十年代 没有听说婚外情 这个名词 也没有听说 谁家离婚了 就连夫妻吵嘴 都很少见 偶尔听说 谁家吵架了 都会被左邻右舍笑话的 现在离婚 简直像儿戏一样 太不严肯了 太不严肃了 对自己不负责 对对方不负责 对子女不负责 对社会不负责 凡是搞婚外情 有的父母 有的父母认为 孩子小 不懂事 你那是自欺欺人 孩子的眼睛 是录像级 耳朵 是录音级 只是他们小 没有能力反抗你 但心里 决定不服你 决定不笑你 现在年轻 不觉得怎样 老的时候 老的时候 儿女不笑顺你 到那时候 现实报 就现前了 儿女想想你的 所作所为 他们不尊重你 瞧不起你 到那时候 你有什么话可说 我们学佛 接受佛陀的教诲 心证 行证的利益之大 到年岁老了 就知道了 儿孙贤孝 事事称心 因为有好的榜样在 亲朋好友 对你都尊敬 一个人的德行 不是一天 树立起来的 是在几十年的生活实践中 树立起来的 到了晚年 就收获果实了 如果年轻时放逸 要么短命 要么到了晚年 受苦暴 不要以为 社会上发财的人很多 要看他们的行持 看他们的财富 能保持多久 能保持到晚年吗 靠不住 有的中年 就衰败了 有的到晚年 衰败了 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很多 有的人做大官 显赫一时 在位时不可一世 车水马龙 门厅若是 下台了 退休了 立刻门厅隆落 无人理睬 有的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心里严重失衡 失落感 困扰着他们 很快就衰老了 生病了 有的早早就去世了 现在人情之冷淡 比比皆是 古人讲道义 讲道义之交 今天 讲利益 是利害之交 所当求者 而不肯为 学佛人要明了 我们应该求什么 我们当求的是道德 是智慧 是断烦恼 是超越三界 这是我们理当求的 事出世间法 应当求的 他不求 不当求的 他天天求 这是迷惑颠倒 人生在世 都会交朋友 交什么样的朋友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儒家 是这样说的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孔子说 官有知欺人 就是说 看看他交的朋友 就知道他是哪一类人了 人以群分 作恶的人 作恶的人 他交的朋友 也一定是作恶的人 不是一类人 不会聚集在一起 俗话说 臭味相同 胡鹏 在中国历史上 因贪恋女色 而亡国的 昏君 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 因周王 周幽王 夏捷 都是因贪恋女色 而亡国的 昏君 还有为了 陈媛媛 吴三贵 打开了 山海关 引进清兵 不要小看了 言喻 尤其是邪淫 危害极大 小则客家 大则亡国 大家看看那些 落马的贪官 哪一个不和邪淫 有关系 过去老话 是这样说的 糟糠之期 不下堂 现在新话 是这样说的 糟糠之期 快下堂 那些 发了点财的 出了点名的 有了点权势的 有几个人 还和糟糠之期 再相浮相浅 简直是 凤毛麟角 造作以上 所说的 严恶 七果报就是 这些人 这是 这是卓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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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鹤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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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知道多少劫才能还完 佛慈悲到了极处 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 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能听得进去正法 可治教化之难 下面说第四个 妄与恶 这一段是说妄与的夜阴果报 这是五界里的第四界 妄与恶 这里面所说的两舌 恶口 妄言 奇语 是我们在处世待人时经常爱犯的 常常犯就是警觉心不够 实际上不是单单警觉心不够的问题 也有认识上的问题 也有习惯上的问题 认识上的问题 就是有些人 根本不把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当做一回事 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 习惯上的问题就是习语悲尝了 张口就来 用通俗的话说 就是说 顺嘴了 有时说的人自己还浑然不知 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中 随时随处都可以见得到 两舌 是挑拨是非 斗乱两头 通俗的说 就是扯瞎话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挑拨离间 使两人不合 互相争斗 小则 使两个人成为冤家对头 这是由高两舌的人造成的 这个罪过很大 大则挑拨两国交战 引发战争 这个罪过极大 恶口 是说话粗鲁 很难听 没有涵养 在我们生活中 常常遇到的 就是有人说话 不招而听 好话不得好说 同样的话 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让人听了 觉得考验 说话的人 自己还不觉得 有什么不妥 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按俗话说 就是这个人说话 又臭又硬 还有骂人 欲人皆冤仇 都属于恶口的范围 妄言 是骗人 自欺欺人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边瞎话 撒谎 其语 是花言巧语 损人利己 地藏经上讲 造作两蛇 恶口 妄言 其余罪业的人 死后 躲拔舌地狱 以上 是口业之恶 口业之恶 不止上面 所说的几种 它的范围 也是很广的 由上面四种 推展开来 下面所说的 也属于 妄与恶 这个范围 正极善人 对于好人好事 他看了嫉妒 憎恨 想方设法破坏 想方设法障碍 败坏 败坏 贤明 不亲近 有德行 有学问 有修 有正的 圣贤之人 或大善之实 不但不护持 反而破坏障碍 这是五逆 重罪之一 死后 躲阿鼻地狱 抱得累 结于吃 痛不可言 不孝父母 清漫师长 为人子弟 孝亲尊师 尊崇道德 绝不会造作恶业 凡事造恶业的众生 心里决定没有孝敬 佛陀的教学 教的就是孝敬 孝敬扩充到圆满 就成佛了 孝敬是世出世间 圣贤之大道 此乃圣贤之大总持法门 不孝父母 不敬事长 自然是犯 忤逆重罪 朋友无信 难得诚实 朋友相处 要讲道义 讲信誉 做人要诚实 不可以骗人 当今社会 一种奇怪的现象 有的人 为一己私利 专门骗朋友 有的甚至骗亲人 比如 搞传销的人 明明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了 还要把家庭眷属 亲朋好友 同学同事都拉进去 真是害死人 没良心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搞所谓什么融资的 也多是拉亲朋好友 加入 说能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利益 用这个利益来诱惑人 一旦你加入了 什么都没有了 靠那点工资 攒了好几年 攒出来那么几万块钱 都被人家融去了 因为是熟人 是朋友 又不好说什么 真是欲哭无泪 打掉门牙 往自己肚子里咽 上面的四句经文 不孝父母 轻慢师长 朋友无信 难得诚实 我们若是犯了其中的一条 四条就全犯了 果报就是在三个道 来生 人天两道 没你的份 学佛 当然更不会成就 因为这种恶业 障碍你的清静心 心不清静 念佛 就不能得一心 不但一心得不到 就连功夫成片 你都得不到 这一生 决定不能往生 欲西方极乐事件 只是结个善缘而已 如果不是彻底的 把事实真相搞清楚 警觉心提不起来 起心动念 还是被妄想习气所主宰 这就是经典里所讲的 可怜民者 这里的可怜 不是指世间孤苦伶仃的人 是指世间不知道事实真相 起心动念都在造恶业的人 这是真正的可怜民者 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们要真正回头 从哪里回头呢 从佛的教诲回头 决定不造恐业 认真修行 五戒实善 这是佛法修学的最低标准 五戒实善 只得人身 如果你来生 要得人身 就必须认真修行五戒实善 绝对不嫉妒人 绝对不破坏别人的好事 什么是好事呢 这里的好事 是指对社会有意义 对大众有好处的事 不但不破坏 还要尽心尽力的帮助 希望他成就 希望他更圆满 要成人之美 我们尽一份心力 就是随喜功德 要孝顺父母 尊师重道 与人往来 要有信用 存心 要真诚 这就是修行 把以往所有的恶习气 改过来 这个人就得救了 尊贵自大 为己有道 横行为事 轻易于人 这几句话 这是愚痴无知的人 他们 误认自己的本事大 很能干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供高我慢 狂妄到了极处 这里面的道 是指那些欺骗人的 诈术 巫术 邪门歪道 偷人家的能量 破坏别人的精气神 真是害人不欠 欲人 未尽 不自残据 这是说 那些作为作福的人 他们希望别人 恭敬自己 惧怕自己 欲是希望 残是良心的责备 溃是舆论的制裁 惧是害怕 不自残据 不自残据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天良丧尽 这样的人 在佛法里 称 异产提 异产提是什么意思呢 是没有善根的意思 佛来 也度不了他 因为他自以为是 他认为佛 也不如他 那菩萨就更不用说了 他不接受佛的教话 我行我素 这种人 必多三途 难可弦化 常怀娇慢 赖期前世 福德盈护 这种人 无恶不作 他们在社会上 也能大富大贵 可能也有权有势 横行霸道 称霸一方 有的人可能会说 这样的人 怎么不造报应呢 为什么不折损 他的寿命呢 其实 真的折损了 他本来 可以活一百岁 现在七十岁就死了 折损了 他三十年的寿命 他的福报 是哪来的 他的福报 是前生修的 今生 还没有享尽 等他的福报 享尽了 阿报 立即现前 前几天 看了一档节目 一个人 报复 过了四年 飞荒腾达的生活 成了亿万富翁 可是前后 只有短短的四年 就有亿万富翁 变成了穷困潦倒的穷光大 就连妻儿住的房子 都挺债的 这就是 今世为恶 福德尽灭 受命中尽 祝阿绕归 福善之暴 享受完了 消耗尽了 冤亲债主就上门了 讨命的讨命 讨债的讨债 这种现象 我们稍微留意一下 不难发现 比如 病重 垂危的人 他说 看见 某某人来了 他所说的 都是他已经去世的亲人 他说 看到很多鬼魂 也来了 这些鬼魂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真的 是不是他去世的亲人呢 不是的 地藏经上说的很清楚 这是冤亲债主 变成他的家亲眷属 来诱惑他 一旦随他们去了 立刻 面孔一变 立即跟你讨债 讨命 这就是诸鹅绕归 又其名记 记在神明 太上感应篇 讲得好 举头三尺 有神明 不要以为自己 起心动念 没人知道 天地鬼神都知道 天地鬼神的神童还小 你看《无量寿经》上 讲的西方极乐世界 凡是往生到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天眼动视 天耳彻听 十方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起心动念 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你能骗谁 只能是自欺其人 所以 这一部经 若能真正的体会 真正明了 则起心动念 自然是正大光明 如果心里头还有恶念 身口还造恶业 所以念佛也不能往生 央究牵引 央是灾阳 究是罪过 自己造作的恶业 在牵引着自己 这就是业力 这就是业力 业力引导 趋向恶道 无从舍离 六道凡福 是恶业牵引着 念佛人 使愿力在引导 有愿力 业力一定扶住 愿力和业力 不可能同时起来 愿力是光明的 业力是黑暗的 深切的愿力 可以把业力扶住 以上说的 是妄与恶的 种种表现 应该说 讲的比较细致 有的我们过去犯了 但自己没有察觉出来 现在明白了 下面我们再说说 妄与恶的果报 但得前行 入于火祸 火祸就是油顶 大油锅 是地狱的行具之一 身心摧碎 神兴苦疾 神是神石 中国俗称灵魂 行是形状 恶鬼道 有恶鬼道的形状 地狱道 有地狱道的形状 虽然是化身 还是有个身形 他的身形 是什么样子 我们每天晚上 睡觉做梦 梦中的身形 就是化身 做梦的身形 在梦中 有人要打你 有人要伤害你 你害怕不害怕 恐怖不恐怖 痛苦不痛苦 同样有感受 为什么有时候 做梦被吓醒了 就是因为害怕 因为恐怖 因为痛苦 死后 堕火祸大地狱中 受暴之时 身心摧碎 神兴苦疾 大家想想 虾油锅 那该是多么恐怖啊 当思之时 悔复何急 堕入地狱 受极苦果报 这个时候 后悔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现前 就要觉悟 要是阿报现前的时候 你才觉悟 那真的就来不及了 这就是我 苦苦劝导众生 不要造作 地狱的夜阴 因为地狱 太苦太苦了 好劲不好出啊 如果不得莽生 必夺地狱 这一类众生 趁现在果报 还没有完全成熟 现在觉悟 回头 还来得及 有这么殊胜的因缘 遇到了念佛 往生的法门 纵然是造了 极恶的罪业 只要一念回头 还有救 不回头 就没有办法的 可贵的是 真正 悔过 回头啊 在此之前 我们可能不知道 或不完全知道 忘于有这么重的罪 以为骂别人两句 给别人造点谣 说别人几句坏话 搞点人我是非 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 岂不知 问题大了 要下地狱的 有的人 有的人逞能 逞强 不听别人的劝告 自以为了不起 你看我多能 真是天堂有路 踏不走 地狱无门 往里钻 谁把你送进地狱的 不是别人 是你自己 但愿你能够蒙醒 不要再造作下地狱的恶业了 解灵还得细灵人 灵是你自己细的 还得你自己来解 真诚的期盼 这样的人早一天觉醒 下面我们接着讲 第五恶 饮酒恶 酒 是五戒中的最后一戒 我们认真学习无量寿经 特别是听老法师 关于五戒的开示 我们可以体悟到 五戒里的最后一戒 酒 也是我们将五恶里的最后一恶 饮酒恶 绝不是单单讲酒 在饮酒恶里 实际上说的是一三恶 即贪 沉 吃 我们先看经文 七五者 世间人民 习以懈怠 不肯 做善 至身 修业 父母教诲 伟利反逆 譬如冤家 不如 无子 父恩 伟义 无有 报偿 世间人民 这是指我们眼前 这个时代 这是佛在三千年前 说的 这个时代的作恶 到了极处 这个现象 不是个别现象 是一种普遍现象 作恶的人 也许 就是我们自己本身 习以懈怠 不定的意思 不但心不定 身也不定 心里有忧虑 尤其是生活在乱世 无所适从 身心不定 不知道到哪里安全 就说移民吧 真的是费尽心机 千挑白选 移民到哪里安全 说实在的 哪里安全 我们读今天这样的经文 真是感慨万分 我们不能不佩服 佛陀的智慧 和伟大 身心不安 忧虑怀疑 当然 就障碍精进 精进的反面 就是懈怠 有些人很用功 很努力 学的法门很多 依照无量寿经的标准来看 还是算懈怠 因为他功夫不得力 盲修瞎恋 这不是精进 这是砸劲 乱劲 一乱 一砸 就是懈怠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佛说无量法门 适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 我再说一遍这句话 佛说无量法门 适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 所以每个法门都好 门门第一 门门殊胜 但修学的人 一定要一门精进 一门深入 若同时 学几个法门 决定有障碍 若于世间 一切法 有牵挂 有疑虑 心就不清静 于佛法有分别 有执着 心还是不清静 这是真正的障碍 自古以来 红经的法师 祖师大德 都不例外 如果 清静心现前 即教下 讲的大开原体 中门讲的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静宗讲的 理心不乱 到了这个境界 所有事出世间 一切的分别 执着 疑虑 都没有了 六祖慧能大师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如果 真是到了这个境界 一个法门 就是一切法门 哪一个法门 任一 而非 独一 故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后面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 你真的到了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境界 一切法门 就是一个法门 哪一个法门 任一 而非独一 故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一门 就是一切 一切 就是一门 如果说这一门 大概是念佛法门 或者是参禅的法门 参禅 和念佛 就是二 不是一 无量无边的法门 随便捏一个法门 就是一切法门 还有什么分别执着 我们看看这些念佛往生的 欲知实至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他们还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执着呢 对一切法 还有没有 见解呢 这些都没有了 如果有 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 瑞相 同修们看一看 刘肃清老居士 往生的光碟 听一听老居士 在往生前的 倒计时五天 都跟大家说了些什么 它是一种什么境界 它气入了一心的境界 我们入不了这个境界 为什么 它心清静 它通通都放下了 我们这也放不下 那也放不下 我们的心不清静 所以 入不了那个 一心的境界 就是 弘法立生的人 也未必能够 弃入那个境界 今天这节课 时间到了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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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